另方面 印度的疫情不见好转 尽管当地已经启动了接种疫苗计划 不过确定人数居高不下 甚至单日新增4万7千多宗的病例 275人病逝 如今当地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变种病毒 毒株发生双重突变 可能弱化免疫的效果 也影响着印度的防疫措施 同时为了因应当地需求 印度政府已经暂停出口 由血清研究所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直接影响低收入国家的接种疫苗计划 印度的新增确诊与死亡病例屡创新高后 如今更面对双重突变的新冠病毒挑战 根据印度卫生部门 当局从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新德里 收集的样本发现了双重突变的病毒株 从马哈拉施特拉邦收集到的样本 就有15%到20%检测出这款毒株 专家认为双重突变之下 将导致病毒更容易传播 不过暂时不能将变种病毒和病例暴增 联想在一块 面对疫情严峻和变种毒株的挑战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 印度已经暂时搁置阿斯利康疫苗的出口 以应对国内需求 印度是疫苗生产大国 印度血清研究所在当地生产阿斯利康疫苗 因此疫苗停止出口 恐怕即将影响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采购和配送任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 原定三月和四月交付疫苗给低收入国家的时间 恐怕被迫延后 印度血清研究所已经推迟向巴西 英国 摩洛哥和沙地阿拉伯运送阿斯利康疫苗 不过当局还没证实消息真伪 与此同时 孟买暴增确诊病例 当局不得不在购物商场 火车站等防茫场所 设立病毒筛检站 随机检测 阻断病毒传染链 然而民众每筛检一次 就需要支付250卢比 大约14令吉 还需要大排长龙 引发敏怨 目前印度的血准病例超过1170万宗 仅次于美国和巴西 死亡病例则突破16万宗 疫情恶化 当地政府几天前 也宣布加大接种疫苗力度 从下个月开始 为45岁以上的民众 施打新冠疫苗